繼續鏡頭回到國內 在中部地區有一條跨越 臺中南投嘉義的中草加聯營客運 因為不堪虧損 從今天開始宣布停駛 由於這條客運線已經營運了 五十五年 專走省道 路線長達一百零五公里 深入中臺灣的四個縣市 還一度是當地居民 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如今宣布停駛 讓不少老顧客感到很可惜 李阿嬤帶著小孫子 準備搭客運車一起回南投 不過他們沒有搭經國道的直達客運 選擇是走省道的連營客運 因為只有這條路線 才能夠讓他們不用換車 就可以直接到家 祖村倆搭這條中草加線 每個月都可以到台中玩 甚至最遠還可以直接到嘉義 不過以後最多只能夠到南投竹山了 而戰方日前貼出公告 這條貫穿台中南投嘉義的中草加線 從週日起吹席燈號 原因就是不敵大環境的衝擊 搭乘的人數都偏向於上了年紀的老年人了啦 所以對我們經營方面有很大的一些困難點 我們也是堅持到最後 其他的連營都在幾年前都已經退出了 這條營運已經有五十五年歷史的中草加線 過去貫穿中部四縣市 走的是省道 距離長達一百零五公里 從社里年代開始 只要搭上中草加線 就可以中部走透透不用換車 加上票價便宜 成為中部縣市的重要交通工具 不過近年來 因為國道三號開通 很多人的家裡都有車子 這條路線越來越少人做 原本的連營公司紛紛退出 就連唯一經營的客運業者 也不堪虧損宣布停駛 不過對於這些經常搭車的老人家來說 除了感覺不捨 也得被迫選擇轉車 或是搭乘其他的交通工具 偏向客運不敵大環境 生存的空間也越來越小 藉由林健森 彭煥群 台中報導